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有人問我說 我聽某些人講說 做網路行銷不用做網站 其實有很多工具都可以達到 那這樣到底對不對呢 好 我在這邊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 他說的沒有錯 沒有錯 這是OK的 但不代表他是對的喔 他是OK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如果一般我們做網路行銷的話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 訪客到我們自己的網站來 什麼叫自己的網站 就是有自己的網址 自己的網站空間 主要是有自己的網址 這個算是自己的根 這個就是別人拿不走的 所以是自己的 即使你去申請免費的部落格 我也會建議你去買一個固定的網址 然後套用在這個免費的部落格上面 這是OK的 譬如說Google的Blogger 他可以套用你自己的網址 這在設定上是OK的 但是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網址的話 你可不可以做到網路行銷 你可不可以把網頁裡面的東西 放在別人的網站上 這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不用網站 不用自己的網站當然是可以啊 譬如說你今天導流量買廣告 FB廣告 或者是Google關鍵字廣告 然後把它導到你自己的網站 不是把它導到你的產品頁 可是這個產品頁呢 你可能是放在 譬如說Clickfunk 或者是其他銷售頁的網站 Lead page之類的 那這個當然是OK 但是呢 你已經花錢了 然後你又把流量導到別人的網站 何必呢 不好啊 為什麼 你可以不用做網站 因為這些網站 都是直接付一點錢 它就已經有現成的東西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把東西放上去 資訊放上去 收集名單頁放上去等等 你可以不用做網站 可是你把流量 拱到別人的網站去 為了收集名單嘛對不對 那你違背了一個重點喔 就是SEO SEO 在什麼叫SEO 我以為這個話題已經講爛了 結果後來有很多粉絲在問這件事情 所以我再講一次解釋一下 SEO其實它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尋引擎優化 就是讓你的網站 比較容易在Google或者是Yahoo 的搜尋引擎 搜尋關鍵字的時候 比較容易被搜尋到 這個就叫SEO 那SEO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 你的網站的來客量 如果有兩個 你有兩個競爭 有兩個網站在互相做競爭 在其他條件都一樣的狀態下 A網站一天來客量1000個人 B網站一天來客量100個人 你覺得Google會把哪一個網站排列在前面 當然是來客量比較大的那個網站 1000個人的網站 所以 如果你今天已經花了錢 登了廣告 然後把流量 導到別人的網站去 那你不是很浪費這個流量嗎 很浪費這個流量啊 如果你是打到自己的網站 那你還可以幫助自己網站的SEO成長耶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你可以 沒有錯 去付一點錢 請那個已經做好網站的那些 那些付費的工具 去做好你的網路行銷整個流程 但是我比較建議的當然是 如果你已經比較學的比較進階了 或者是 其實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講的就是 用很簡單的方法去達到這些目的啊 這樣網站其實很簡單 用拖拖拉拉的方式就完成了 那我當然是建議你 買自己的網址 然後用懶人包裡面的方法 用最簡單的方法 把你的網站架起來 那SEO的效果其實還挺不錯的 那 花了錢 打了廣告 把流量拉回來自己的網站 我覺得這個才是網道 在這邊 這邊就是 有請問 對 這是 有請問 是 臨